日本首都東京 是一個人群匯聚的大都會 日本首都東京是一個人群匯聚的大都會 亦是每個區域都有它完全不同風貌的奇妙城市 現在讓我帶大家看看 東京充滿魅力的各種面貌吧 今集我們來到 與山手線山宿站距離一個站的 新大九寶 這裡在戰前是東京都內的高尚住宅區 現在聚集了很多韓國料理和雜貨店 是個匯聚了各種文化 很受歡迎的韓國區 今集帶我們遊覽新大九寶的 是韓國美食專欄作家 八田正史先生 他寫了不少關於韓國料理的博物和書 來宣揚韓國的魅力 我在1999年的時候去了韓國留學 在2000年的年尾回來之後 我還要讀一年大學 因為我本身想維持我的韓文水平 於是我就決定去了新大九寶打工 八田先生為我們介紹的是 連接著大九寶街和職案街的一條 盈南街 因為這裡的韓國男店員都會站出街幫店宣傳 所以就有這個名字了 這裡齊集韓國最流行的商品 是帶領潮流的地區 說到新大九寶這個地方 除了有很多美食 最近還多了賣化妝品的店舖 韓國的化妝品又便宜又好用 而且還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最新的商品通通有齊 大家可以在這裡試到一些最新的化妝品 聽說有很多人在這裡試到喜歡的商品 會自己去首爾買 唐吉柯德是連鎖式零售企業停車場 唐吉柯德這幾個字是用韓文寫的 這邊以前本來是有很多圍欄在這裡圍住了 但是由於現在這裡的人流已經增加了 所以就在這裡建了一個新的入口 另外還增設了一個韓流區 令到這條普通的街變得繁榮了很多 開始那時候 新大九寶只是哥武忌丁後面的一個小小地區 是在市中心工作的白領工人的住宅區 後來因為有一些來日本工作的韓國人住了在這裡 因為這樣就很自然產生了對韓國料理的需求 而韓國家常菜的店舖也相繼增加 1988年漢城奧運的時候 這裡大概只有十間韓國料理的店舖 但是現在你可能不相信 因為多了很多 大約有四百間這樣的店舖 跟那個時候比起上來 這裡的確是改變了很多 講起這裡的故事 一定要講一下這間在新大九寶的歷史上 佔據重要一頁的全期店舖 老闆你好 你好 歡迎光臨 你好 你好 一間在1981年開業的韓國家庭料理店 武橋洞 是新大九寶為人熟悉的老店之一 店長以前在這裡的常客 我們現在就訪問一下他 來這裡的多數是甚麼人呢 對 顧客應該多數都是由韓國來工作的商人 來公幹的人 來公幹的人 當然另外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是學生來的 還有就是 做陪酒工作的韓國女人 周不時都會來 原來是這樣 以前附近有一間咖啡店 現在變成了燒肉店 它的名叫做Mokka 很多人在那裡喝東西 沒錯 之後開了很多韓國料理店 開了很多 不過不知為何 當時他們都沒有寫明 韓國家庭料理 這樣的招牌 而且也沒有韓國燒酒賣 真的嗎 那時候的客人很喜歡 在韓國帶一些燒酒 當特產送給人 是啊 很多都會 當時覺得如果日本 都有這種韓國燒酒賣就好了 想不到現在 什麼都可以買了 是啊 現在這個年代 你想買什麼都有 時代不同了 不只是韓國燒酒 白蘭地和香檳都有了 開業到現在 一直很受歡迎的招牌菜 是炒章魚 它可以代表 新大九寶韓國區的味道 不知店長對新大九寶的未來 有什麼展望呢 韓國人有自發性 他們會自己打掃街道 而且會掃得很乾淨 自己打掃 親力親為 不怕失禮 日本人就沒有這種習慣 我覺得這些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這樣做 好好 應該互相學習 要跟住在日本的韓國人 好好相處 無論是學生 還是來公幹的人都好 大家都應該向好各方面 多多學習一下 對將來發展會更加好 其實新大九寶這裡有很多能夠令大家體驗韓國文化的地方 有一間可以令大家試下做韓國料理的烹飪教室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就是料理專家趙善玉的料理研究室 八田先生會為趙小姐的書寫側標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快點試試挑戰韓國料理 最近八田先生的家 又增添了一位可愛的小妹妹 是不是 我女兒剛剛出生 好 今天大家就學下煮心雞湯 好 是一個簡單版的心雞湯 是簡單版 非常好 好 心雞湯富營養 而且在韓國 很多人都會喝這個湯來消暑 正式來說 是應該用整隻雞來煮 但現在是簡單版 所以只是用雞腿和雞翼來做 將它們洗乾淨用鹽來擦一下 而高利人心 就用刺緊的羹來代替 首先是用水 將這些材料和蔥、薑、蒜頭和紅棗 煮四十分鐘 要一邊煮一邊不走泡 水滾之後就要撈起蔥和薑 然後將用水浸了兩個小時的糯米 倒進去 然後加提煉過的洋蔥 真是很香 當然是 煮三十分鐘後 終於到最後一步了 那不如你來吧 好 好了 快點就可以了 要再加鹽下去 好 然後滾一下就可以了 是 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不知味道又是怎樣的呢 白田先生很心急想先試一下 怎樣 白田先生 很好吃 好吃 淡湯真是很美 是 因為下得鹽少 所以不會被它搶了原味 用吉梗來代替人心一樣是這麼好 雞的味道香濃 是 還有是 糯米的香味出來了 是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在家裏做這道韓國菜 接著要為大家介紹人氣甜品 位於盈南街的這間韓國甜品店相當出名 是一間合桃饅頭的專門店 饅頭裏面的合桃 比韓國的饅頭那些更加大 加上紅豆餡包在海綿蛋糕裏面 非常之好吃 這間隱蔽的咖啡店出身於大九寶 她是由曾經在巴黎京原雜貨店的老闆娘開設的 我們這間店鋪 最受歡迎的是用大量南瓜製成的南瓜批 我們的南瓜批是選用新鮮美味的南瓜做的 當中當然有很多材料 我們主要利用忌廉和肉桂香料 引出南瓜鮮味 一試變之龍乳馮 來新大九寶車站一分鐘的路程 有韓流茶房 這裏不知品嘗到韓國傳統的茶 還嘗到人氣甜品韓國刨冰 我們店鋪賣的刨冰和普通那些不同 是很傳統的韓國刨冰 我們創製的韓國刨冰 是包含了十種穀物的穀物粉 除了這樣之外還會加些紅豆下去 最後還會加些柚子來調味 我們的韓國刨冰 只要是吃過一次 一定會翻臭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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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鵝鵝鵝 naar 遊東京 這集帶我們遊覽的是 是韓國美食專欄作家 八田靜史先生 我們剛剛向老師請教了韓國料理的做法 現在我們就研究食材這方面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韓國超級市場 在这里可以买到很多韩国的食材 我们在这间首尔市场 就可以买到很多来自韩国的各种食材 好了 首先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韩国的新鲜食材区 看看这里有很多大蒜 而且又有辣椒 这些是韩国国产辣椒 我觉得最有趣的 还是这种韩国特有南瓜 又幼而且又长 原来是还未长大的南瓜 最适合就是用来做烧饼 除此之外 还有韩国即食粘、零食和酒 总共有二千多种商品 是日本最大规模的韩国超市 连小菜都有很多种类 这些比较少见 是黄鲜、盒雪干 这些在韩国经常都会吃到 这里全部都是一些叶制过的小菜 真的很好吃 用来送饭一楼 这些东西真的吃到停不了口 来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在韩国 泡菜是分了很多种类的 这边是小食当区 来到这里就好像 去了韩国摆满小食当的 喂食家一样 可以一路走一路吃 这些就是辣炒年糕 还有烧饼 红色的是加了泡菜的烧饼 说到新大九宝 就不可以不提一下 这些这么有特色的韩国煎饼 这个小食本来就是 源于中国 在韩国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 都算是韩国传统的甜点之一 首义市场卖的煎饼 是用小麦粉加糯米粉 口感非常之烟 好了,马上试吃吧 好,谢谢你 好,他说请我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想就这样咬下去 应该会很热的 好热 好热 好吃 谢谢 韩国煎饼是冬天的必食小食 但是在新大九宝这里 全年都有得卖的 接着我们来到迎南街旁的店铺 就是这一间 说起韩国 我想有很多人都联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烧肉了 韩国人多数吃猪肉 而在这里有很多间烧猪肉店 当中我觉得最好吃的 就是我身后面这间 进去看看吧 对不起,要你等这么久 这些是平田牧场的纯种金华猪肉 请幻用 虽然新大九宝这里有很多烧猪肉的专门店 但是说到最好吃 我觉得这些烧猪肉 最好吃的都是这一间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 你们的烧肉 为什么会这么好吃 没问题 好啊 我们这里的猪肉 是叫做平田纯种金华猪肉 是出产自 山营院庄里面的平田牧场 是由山营新鲜运送过来的 是 我们这些猪 所吃的都是加了 百分之十 我们庄里面 产米的资料 是百分之一百 当地生产的猪肉 这个套餐包括 里脊肉 五花肉 腿肉和猪腰肉 每日都有不同的组合 只是这些肉 已经看到流口水了 好像挺好吃 外面要烧得比较脆 里面只是要 中等熟 那就是最好吃的了 韩国的烧肉店 很多人都说 不要滴晒 烧得脆薄薄的猪油 那是很浪费的 没错 已经差不多了 是粉红色的 没错 是粉红色的 即是吃得了 那我不客气了 请慢用 很好吃 真的太好吃了 不过我特意来这里介绍 多谢你 我相信在韩国 都未必吃到 那么好吃的烧肉 自从发现了这里之后 我都比较少在韩国吃烧肉 刚才我煮给你吃的 是五成素 如果再开大火来烧 然后再吃 我保证口感 和刚才那些 是完全不同了 那现在就等我 用大火烧给你吃 我真的那么久 都没试过 不同熟度的即食烧肉 现在试一下 我吃烧肉 多数配些生菜 只点麻油和盐来吃 都是第一次 有机会记得去试一下 百田先生推荐的 金华烧猪肉 接着我们要介绍 用链鱼做招牌的 这间店铺 生马格尼家 这里是第一间 得到扬造马格尼许可的店铺 这里的前身是链鱼料理店 但现在就转了扬装马格尼酒 现在马格尼酒很受欢迎 所以这里的规模扩大了 做酒的地方搬到山梨园 这里的社长特别跟我说 用了山梨园的天然水 来製的酒 变得更加好喝 真的非常好喝 簡直是那种天然甜味 很清爽的感觉 最妙就是当中有少少酸味 如果没有这种酸味 就不是马格尼酒了 还有就是 这种酒是不可以慢慢品尝的 要一口气喝光 因为马格尼酒本来就是 慕容的人在小休的时候 喝的酒来的 人家用很大的汤碗喝 一口气喝光 很好喝 果然是好酒 值得推介 在日本釀製的韩国酒 的确是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然后是介绍新大狗堡的年节活动 每年四月 街中渡河神社都会举办大狗堡捐祭 负负责守护江户的铁炮组白人队 以前都是住在这里的 他们以种植道捐花为富业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祭典 到时会有道捐树苗卖的 然后是十月的大狗堡祭 是在每年的体育节举行 有童馆乐团演奏 还会有长棒和文谣带巡游 大狗堡街上更会有市集和很多摊位 很多人会来参与的 娟当娟乃游东京 今集由韩国美食专栏作家 八田正史先生为我们介绍新大狗堡 八田先生带我们来到 岛村印店 这间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印章店 其实这间店绝对不简单 他们会做韩文的印章 如果是这么说的 这间店也挺特别 不过谁会用这些印章呢? 来种这种印章 通常是不是游客? 未必,全国有很多人来种 全国? 原来很多日本人做印章当是手信 八田先生也不执书 由于要制作三十分钟 有很多人都会在饭前来预订 好,让我试一下 好 感觉相当不错 虽然不能登记成正式印章 也做得挺漂亮 但在银行也可以用的 的确不错 我会好好珍惜的了 是 看来他很喜欢这个印章 接着我们来到大九堡街对面的 韩国家庭料理店美名家 这间是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间 在新大九堡这么多店铺 我来这里最多的 因为这里的老板娘 就好像是我姐姐一样 姐姐,你好 好 弟弟,你好 你好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 因为我最近很忙 我早知道了 真的 当然 她就是我的姐姐 她是文雅小姐 她是我的弟弟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是否这边 是呀,请这边 好 文雅小姐来到新大九堡 已经十年了 她迟了做开那间店铺的店长职位 认熟客的要求 开了这间店铺 白田先生是其中的熟客之一 到底文雅小姐有什么魅力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熟客捧她?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她和客人之间 不存在什么距离 我知道韩国人对这些朋友 一向都是非常亲切 文雅小姐就始终他们了 令到朋友对她有一种 特别的亲切感 你觉得自己好像 在家一样 她不单止只是对我一个 是这样的 她对所有的客人 都一样是这样的 这里是众人家 是大家家一样 很有亲切感 是的 所谓四合一家亲 我常常记住这句话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 你这么受人代代 多谢大家 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有豪华又大盆的料理来 这个是韩国料理的精髓 干杯 干杯 我不客气了 首先以生马隔离酒干杯 这里的马隔离酒 原来超过十种很多 很开心 这里的招牌菜是这里 用生菜和泡菜捲着烧肉一起吃的 烧肉生菜包 除了烧肉还有什么材料? 还有就是带纸 带纸? 是的 今天的八田先生 真是口福不浅 这个生菜包烧肉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是的 没错 这个红色部分 是的 一般的生菜包烧肉 就是用生菜和叶 将烧肉包起来 而在这一部分 就刚刚是味道的关键所在 这些都是有口感的蔬菜 例如在芹菜和番薯 这些比较硬的菜里 加些海鲜 不单是味道丰富 而且口感还是一流 这道菜是在炸带纸上 加了韩国传统调味料的 辣味带纸 原来是由白田先生建议 顾客可以参与餐单救思 这些也是这间店铺的特色之一 好吃 把带纸本身的甜味和辣味配合 变成了最佳美食 姐姐我想问问你 新大九宝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地方 无陷的地方 解释来听听 好的 那些客人对我太好了 他们一见到我 就说我回来了 当这里好像家里一样 那些人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很开心 就算我先走一步 都死而无陷了 原来姐姐你说无陷的地方 是这样的意思 是 姐姐你说得真的很好 是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最后我们问问白田先生 最喜欢这些什么地方 最近韩国很流行柠檬水 首尔街头有很多柠檬水 好快在新大九宝找到 这些就是我最喜欢新大九宝的原因 这里经常为我们带来韩国新兴的东西 同时也会有新的潮流诞生 这里是不断地进步的 只要你来这里走下 那就随时都可以感受到新的刺激东西 我认为这些是新大九宝的魅力所在 和最吸引人的地方 先喝一口 非常清爽 这个和韩国文化同步发展的新大九宝 虽然是天南地北 但一样充满新刺激和活力 可以说大家是不相伯众 是不是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